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民进党若继续 两岸将正面交锋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日前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出席全台工商界联合挺韩国瑜会员会成立大会 并指出2020年的选战对于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等都有重大的影响 他认为如果让民进党继续这样执政下去 两岸将会直求对决 2020选战会对两岸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台湾民众是否会通过选票发声 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 北京社科院谈研所科研室的副主任张华先生 二位好 李红 张华兄 还有全球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红 游教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近期岛内的选情 据中平社报道 连战出席活动时指出 民进党当局对工商业的帮助是负面的 主因在于两岸关系 民进党放弃了以九二共识为基础 维持现状的立场 而以仇中恨中为政治方向 如果再让民进党继续下去 两岸将会直求对决 台湾将没有机会发展 连战说 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现在人均GDP却不到香港新加坡的一半 不是人民不努力 而是当局必须负责任做好环境 民进党当局没能力领导台湾 让两岸关系冰冻 两岸两会停摆 加上台湾在区域发展中被排斥在外 让大家都非常忧心 因此一定要团结奋斗 不乱反正 连战在参加这个后援会的时候 他有一个表态 他说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的话 两岸将直求对决 这个直求对决是什么意思 连战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形容 当然台湾因为在运动里面 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叫做棒球 他这个词直球对决 是来自棒球的 我为各位大陆观众 如果不了解棒球说明一下 棒球是有一个投球的 跟一个拿着棒子打球的 那什么叫直球对决呢 就是平常你怕对方打到你的球 你会投一个不直的球 一个变化球 一个转了弯的球 最后呢看看能不能帮自己创造一些机会 可是什么叫直球对决呢 我球不转弯 我就往你那投 我用我最大的力投 让你打不到 打的人用力打 然后看他能不能打出去 他其实这个形容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讲的更直接一点 就是进入了一种对抗模式 你抗中 然后让大陆呢 也对抗中进行反抗 所以呢 你对抗 我也对抗 这对抗来就变直球对决 直球对决的结果 以台湾现在的实力 以台湾跟大陆关系密切的程度 很多台湾的人担心 最后受伤比较重的 一定是台湾 而且这样做对台湾没有好处 所以呢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台湾跟大陆最应该做的 是彼此了解对方的底线 而且在各种方案上保持弹性 最后寻找一个双方能接受的方法 什么是这个方法呢 九二共事就是这个方法 保持弹性 尊重对方的底线 在一中原则底下 大家互相找寻空间 这其实就是本来的做法 所以连战讲直球对决呢 就在提醒我们这一点 我也要告诉大陆的朋友 如果平常不看棒球的话 直球对决会是什么结果呢 如果一个人用力投 结果打的人比较厉害的话 他就会把球打得很远 那个投球的人受伤就会很重 那如果是投球的人比较厉害 打的人就会打不到 这叫挥棒落空 台湾现在经常做的事 就是用力地挥那个棒 一切落空 那你落空的结果是台湾人倒霉 你政治人物每天搞直球对决 但你又打不到那个球 最后挥棒落空 落空的最后是台湾民众 所以连战是用了一个棒球的语言 来讲述一个 其实很多国际专家 了解两岸的专家都明白的道理 可是谁不明白呢 就是那个当局的执政者 那个执政者把台湾带到了一个对抗的路上 让台湾不断地挥棒落空 不一定是蔡英文不明白 可能蔡英文心里很明白 只是说蔡英文她根本不想这么去做 所以这次连战先生是用这个棒球比赛当中的一个环节 来举了一个例子 想要去提醒台湾民众 如果不搞好两岸关系 对于双方的伤害 刚才我看张华先生在举手示意 所以对于连战先生这样的一种 很迫切的这样的一种呼吁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连战先生这句话 主要还是目的 是为了拉抬韩国瑜的选情 就是如果你蔡英文继续在党内执政的话 两岸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僵 越来越僵之后对台湾有什么好呢 可能台湾只有失去 刚才刘先生讲了 首先台湾民众会变得更加没有钱 大陆游客不去了 两岸经贸额下降了 大陆资本不到台湾投资了 当然台湾的资本不到大陆投资率也少了 从大陆赚取的利润也少了 我想台湾的经济肯定是往下走 台湾经济往下走 那台湾民众肯定是钱越来越少 台湾民众钱越来越少了 第二 台湾越来越不安全了 我想可能这一次连战先生讲了 一个重要的意思就在这里面 为什么台湾变得不安全了 民进党搞台独分离活动 难道你还要寄希望于大陆 不作出强烈的反应吗 你搞台独 我相信我们大陆的这个不能是民众 更在于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 它会视你台独无限地搞下去吗 既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那我们两岸没有统一 军地重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搞台独 我们在反分离国家法里面是有授权的 搞台独 两岸一定是没有和平的 所以民进党继续执政 台湾会变得更加不安全 第三条 台湾人也变得没有尊严 台湾人非常在乎这一点 说他的尊严在哪里 他的面子在哪里 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 台湾能不能在国际上参与一些国际组织 或者说维持一定数量的邦交国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 在满意旧执政时期 能够参与的很多国际组织 世界卫生大会 国际民营养组织 台湾参加不了了 你台湾人的尊严在哪里呢 过去三年多 参严为执政丢了七个所谓的邦交国 你的在国际上被承认的这种 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少 那你台湾人的尊严又在哪里呢 所以你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蔡英文继续执政 那你台湾失去的 可能比你得到所谓的 你的这种内心的自嗨 要多得多 那么现在我们看 蔡英文执政时期之后 两岸之间的关系 还有往来呢 几乎全部中断了 所以如果说蔡英文或者是民进党 继续执政下去的话 那会不会变得更加糟糕 刚才已经提到了 蔡英文继续执政 一定会变得更加更加的糟糕 它糟糕的程度是什么样呢 我的经济可能说 你像我今年 我台美的这个贸易额 增长了19% 20% 可是你增长之后 是你台湾 拿你台湾人的钱 去美国买美国的农产品 那贸易额自然增加了 你拿你的钱去增加 买它的农产品吗 贸易额当然增加了 可是你台湾从中获益多少呢 再比如说 你发展跟日本的经贸关系 你台湾对日本的经贸关系 你是贸易逆差呀 也就是说你拿更多的钱 去买日本的技术 买日本的产品 那你台湾从中受益了吗 完全没有 所以你这样持续地下去 可能三年五年 看不出你台湾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来 可是我们拉长一个 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来看 就如同台湾 在亚洲四小龙中的位置一样 当时三年五年 你看不出台湾 比其他国家落后多少 可是时间一拉长 让你台湾自然 就会落后非常多 那么这些民众的感受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刚刚尤教授也在举手示意 尤教授长期在岛内生活 您觉得对于蔡英文执政之后 因为两岸之间的关系 陷于冰冻期 那么对于岛内的影响 显现在民众一个个体 显现在他的生活上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过去两岸关系相对稳定的时候 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两岸两会 打通了很多两岸之间的道路 建筑了很多的桥梁 有了这些桥梁 两岸互相交流 就可以创造一些台湾人民 或者是大陆人民的幸福 这本来是两岸的状态 民进党最爱讲的一个词 叫做相信台湾 如果你真的相信台湾 在某些领域 有独特的创意跟优势 那这个桥打通之后 输掉的 他怎么会认为 台湾到大陆去 输的一定是台湾呢 两岸互相互补 优势互补之后 有台湾人可以发挥的空间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优势互补 创造更大的综合的力量 所以本来这个趋势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民进党呢 上台之后 把这个路给堵了 把那个桥给扎了 扎了之后发生什么事 本来想好好做生意 发挥自己优势的台湾人 去不了了 制造了各种障碍 而且甚至 这个还不只是障碍 它可以制造一堆恐惧 比如说我在大学教书 最近他们又下达了一个命令 说以后台湾的大学 跟大陆大学交流 必须一个月之前就要申请 然后一个月之后又要提报告 人家问他说 这么多年都没这么做 为什么突然这么做呢 民进党执政当局的回答是 我这个是要帮助各位管理风险 大家听到这个话非常害怕 为什么 因为跟大陆交流这么多年了 哪些是风险 哪些是利益 大家会自己判断 结果呢 他现在做了这个措施 制造的风险 事实上是 让你不敢跟大陆交流的风险 换句话说 绿色恐怖才是真正的风险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他就是知道大陆有这个26条 大陆有一些措施 他不要让台湾人跟大陆交流 他把这个路给挡起来 这样挡完之后 对台湾人来说 就是我好好的工商业 我本来有的优势 本来可以利用这个优势 跟大陆广大的市场 获得的我的好处 而且创造的利益 全被你给挡住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的感受 是非常直接的 而且还有一些 在大陆遭遇困难 需要帮忙的台湾人 也失去了帮忙的渠道了 所以民进党执政之后 这个把两岸切断的这个做法 其实很多的台湾人 是深受其害的 困字当选 2019海峡两岸年度字 展现怎样的民意 两岸关系背后 谁在从中作梗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我们看到连战是公开的 为韩国瑜站台来挺韩国瑜 那是不是也展现了 国民党现在的团结气氛 当然这是一个工商业 联合挺韩国瑜的活动 然后中间请了连战先生来参加 连战先生上台 当然也是呼吁 大家应该支持韩国瑜 所以从团结的角度看 连战先生其实一段时间以来 都还蛮支持韩国瑜的 更重要的是 现在还发出了工商业的声音 很多台湾的评论会说 这些大商人本来就是支持国民党的 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出来 再支持国民党而已 我觉得这样说 是不了解台湾的状况 这些商人 商人在想什么 他在想的就是 我有没有一个好的经商的环境 能够让我的事业 让我的生意变好 所以用简单来讲 其实韩国瑜说的 人民有钱 或出的去 人尽的来发大财 就是这些商人 企业家 他希望做到的 而且也因为这些企业 照顾了非常多的年轻人 工作的朋友 所以 其实这是一个工商业新生的反应 那你说 他们过去就是支持蓝的 是因为他们是支持 谁能让台湾经济好 谁能让台湾发大财 这过去国民党的政策 或许没有民进党听起来辛辣 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想是很多工商业支持的 你看连战说了什么呢 连战先生说 民进党没有把这个环境 帮企业家搞好 帮商人们搞好 所以企业家不是不努力 是环境被你搞坏了 然后把台湾搞成什么样呢 过去亚洲四小龙 台湾是第一名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台湾的执政当局 不断地在算那些数字 在算的是不是倒数第一名 然后台湾的人均GDP 已经比亚洲四小龙的前两名 新加坡跟香港 那一半都不到 你看所有的数字 基本上都因为把国际的秩序搞坏了 全球的秩序搞坏了 都是受伤的 而且台湾受伤还更重 因为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是更密切的 所以连战帮大家 把这个心声说出来 如果不回到九二共识 给两岸一个稳定的环境 两岸是很难好好的发展 好好做生意的 如果都像民进党这样 仇中恨中 最后只有天下大乱 企业家赚不到钱 台湾也没有安全 是 我们看到张华先生在举手示意 您认为刚才 尤教授分析的连战的这样的一个呼吁 是不是现在是民众的迫切的需求 是 我们首先先回到说 这个工商界挺寒大会 我们知道 刚才尤教授也讲了 台湾已经从四小龙之手 降到四小龙之围 原因就在于民进党当局 推动的两岸政策是出问题的 不论是陈水扁这种世界 还是现在的蔡英文这种世界 远离中国大陆 搞台独的这种路线 一定是错误的 那么这些工商业界的人士 他们是不是觉得现在 对于他们来说 有一个能推进两岸关系 向好 向前发展的人 作为领导人 对他们的发展是有利的呢 我们来看这一次 提出来说 组成韩国瑜工商界后援会的 这几个组织 有台湾的工业总会 商业总会 大陆台商会 有什么工商协计会 等等等等 这些组织 是岛内主要的工商组织 可以说 他们就可以代表 岛内工商界的意见 从历次 就是以往过去 岛内的不是说涉及选举的 也不是涉及两岸的 比如说劳资方面的纠纷 都是这些组织站出来 进行协调的 就说明它是有非常强的代表性的 那这些代表性的组织 站出来公开的挺韩国瑜 当然一方面 他们是冒了非常大的风险 因为前几天还传出来 蔡英文的相关部门 跟这些工商组织打招呼 要一多一少 多是什么呢 要多讲蔡英文的政绩 少批评财当局 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可是这些组织 仍然坚持站出来说挺韩国瑜 最后背后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韩国瑜的政策 是能够符合这些工商业界的利益的 那么2019年两岸的年度汉字 被评选为困 那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困字呢 为什么困字会当选年度汉字 尤教授 最近很多单位到了年底 都在选代表字 台湾选出来的是乱 蔡英文讲半天 说她执政多好 结果民众就用乱字 告诉你那个结果 两岸选出的这个字 选出一个困 我觉得也是很多 从事两岸交流的人士的 新生的反应 困这个汉字 大家看那个字型 一个框框框起来 把你围起来 然后中间一个木头 木头呢是不会动的 框框呢是围困的 在这种状况底下 两岸关系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活络的 四通八达的 本来是很有动态的 很有活力的 结果现在变成一个木头 四周围起来 我觉得选出这个字呢 大家正在用自己 选这个字的微弱的呼声 来告诉蔡英文当局 拜托不要再把两岸关心 围起来了 困起来了 你困起来之后 对于台湾需要生存发展的人来说 只是制造了重重的阻碍 所以我觉得选出这个字 是让向台湾工商界人士 让台湾像我这样 从事教育文化交流的人士 觉得非常可惜的 就在前几天台湾举行选举的政见会 其实宋楚瑜先生在里面讲了 他说当年台湾很多机会 就是被借疾用人给害了 那就李登辉 他把台湾说别去大陆 让很多有机会发展的人 失去了机会 现在蔡英文搞的 还不只是叫你不要急 要忍 他是根本把他堵起来了 堵起来之后 那些想生存发展的人 更没机会 所以这个困制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 对两岸的现状的深深的担忧 那希望两岸的未来 大家终究能够把这个围墙给打开 不要让台湾有好的机会 就这么眼睁睁地失去了 有好的机会 当然不能让台湾同胞 眼睁睁地失去 所以我们看到大陆 推出了31条26条等等 在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能够在其他的方面 来弥补台湾当局 蔡英文的执政不利 给台湾民众带来的利益上的损失 所以说您觉得 这些措施的推出有效果吗 当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目前我们推测 不论是31条还是26条 主要针对的对象 是咱们大陆工作 学习就业的台湾民众 和在我们大陆 投资的一些台商企业 让他们就是有一个 同等待遇 融入到我们中国大陆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 享受跟我们中国大陆的企业 和民众同等待遇 我想他们本身 内心的这种认同感 一定会增强 这仅仅是一部分的作用 更重要的作用在于 它的示范效应 就是说很多台湾企业和民众 到大陆来了 享受到好处了 它会对台湾岛内 还没有来我们中国大陆的 民众和企业 形成一定的这种 良好的示范效应 就带动更多的民众和企业 来我们大陆来 我想这是我们大陆 推出26条和31条 一个重要的目的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 岛内的蔡英文当局 设置了重重障碍 过去执政三年多 他推出了 不过所谓的害财无法 包括现在推的 什么反身头法 还有什么代理反应法 等等等等 这些法律 目的就是阻挠两岸交流 如果蔡英文继续执政的话 我相信接下来的四年 他会制定更多的法律 阻挠两岸交流 如果这样的话 那可能两岸交流会更少了 更在于说 岛内民众来大陆的机会少了 来大陆机会少了 受伤的是岛内的民众 所以岛内民众要看清这一点 未来四年 如果让蔡英文继续执政的话 他们会失去了更多 因此在这一次的 台湾地区领导演宣级过程中 我也相信岛内能够有更多的 从两岸发展过程中 获益的民众站出来说 下架蔡英文 然后也期待更多的人 能够认识到蔡英文继续执政 给台湾造成的这种伤害 然后能够一起来加入到 说实现岛内政党轮替的 这样一个队伍当中来 我想这是各界的一个呼吁和期盼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蔡英文的这个欺骗性 他的这个蒙骗性 也是很强的 可能部分岛内的民众呢 也是受到了蔡英文不断宣讲他所谓的政策 所谓的政绩所蒙蔽所欺骗 重要的一种群众也有 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这个拉长啊 越来越多了台湾民众不会再相信民进党蔡英文的这个骗了 有那么多组的候选人 在比较的本来是谁能把台湾治理的更好 带台湾往一个更好的未来 但是啊就很可惜的 中间始终有一组候选人呢 他的立场会让人非常担心台湾的未来 本来选谁就选个有能力的就好了 可是由于民进党的立场 始终在台独的这个阴影底下 我们知道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 是公开主张台独的 那蔡英文本人虽然嘴上没说这个字 可是呢她在几天前的政见会里面 当被韩国瑜问到你要不要公开说一下 你到底是反对台独还是支持台独呢 她不愿意说 你如果反对台独 你如果说你是支持现状的 那你就说你反对台独啊 她不说 她留下一个模糊 好 你蔡英文可能台独 你赖清德就是台独 如果台湾交到你们的手上 那未来台湾的前途会怎么样呢 台湾其实这么多年很多的机会 都是因为这个台独的英明造成两岸 没有办法稳定 没有安全的环境 工商界怎么赚钱 人民怎么安定的过日子 所以这个题目我觉得确实是大选那天 投票那天 对台湾民众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 因为这一个投下去呢 不是只跟你的治理能力有关 由于这个台独的立场 它是跟台湾的生存 台湾未来能不能安全 这整个台湾的局面能不能维持密切有关 所以我觉得旺报有这样的评论呢 当然跟很多台湾的中间选民 台湾想要安稳生活的民众 心里担心的就是这个 台独两个字 始终环绕在台湾的上空 遮盖了那个阳光 所以我认为蔡英文必须在最后这几天呢 把她的两岸立场说清楚 如果你是台独你就说台独 说了之后大家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 大家自己评估 那你如果偷偷地干台独 用了一个副手来做台独 然后私底下把台湾搞得 就为了台独的意识形态不断地斗争 我觉得这是台湾人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最重视最担忧 需要考虑自己未来前途的关键因素 对于蔡英文来说 她推出一个什么样的两岸政策 这是各界都在关注的 如果说蔡英文想寻求连任 之后在执政的过程当中 会如何来处理和面对两岸关系 会如何来增加两岸之间更多的交流交往 这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这对于蔡英文来说 是不是最难的 在之后她的两岸政策政见当中 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她真正的想法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下次再见 谢谢 再见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